1、2、3、4 我研究生的专业就是物理教育 进入到学校 主要是做科普教育的 上海内容就是做 关于科学实验的教学 已经做了13年 基本上每一个实验都很有意思 把自己的声音刻录在铝箔夹带上 刻录在塑料杯的表面 然后再播放出来 把20多个气球用双面胶把它连起来 用鼓风机在旁边一吹 气球圈就会悬浮在空中 并转圈圈一步会落下来 叫做红楼的原位 所有人的眼神都聚焦在我的身上 很多次结束之后 学生上台让我给他签名了 就是我是他心中的一个明星 学生跟我焦虑的过程 他会提出很多自己的想法 有可能是天马行空 我就把它呈现出来 学生也成长 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